再来关心,虽然今年业绩是受到了疫情影响,但是花莲酒家的知名店家是仍然坚持为弱势独老及贫困的家庭尽一份心力。 在中秋节前夕是串联捐赠月饼2300颗,发送给县内超过600名的个案。 而今年已经持续第八年的公益捐赠,也让许多的独居老人在中秋节也能感受到来自企业的关怀与温暖。 月圆人团园、阿卜多治国工坊、杜伦先生、吴家饼铺、丰心饼铺、花莲馅饼、麦斯多欧式面包、阿美麻薯、理想大地、还有回南薯道等九家花莲糕饼名店。 今年在疫情冲击还有中秋出货繁忙之际还是不忘爱心助老,坚持为弱势独老制作美味的月饼要祝长辈们佳节愉快。 因为我们会觉得自己是社会企业的一份子,希望是这些在社会角落的一些需要帮助的或是独居老人的,让我们社会还有一群人在默默的关心他们,让他们不会说被忘记了这样子。 希望每年的中秋节都还有被记得,希望他们可以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当然也很谢谢老家协会社群志工的一直不断的付出,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尽自己一己之力,然后一起来共襄胜群这样子。 花莲老家协会荣誉理事长杨洁代表接受了这一批爱惜月饼,也向业者们至上无尽的感谢。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真的,本来我们原本会想说可能会受很大的影响, 但是万万没想到,我们原本这历年来赞助我们的这九家的民店,仍然很愿意来帮助我们老大人, 透过我们老家协会把这些月饼物资来转正给他们,让他们感觉中秋节还是有很多人关心他们的, 除了有月饼之外,关心可能对他们也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这些月饼大概服务的对象有六百户的个案, 那遍及整个花莲县,那我们的志工会爱家爱户的把这些爱心物质转送到老人家的手中, 让他们感觉中秋节的温暖。 这九家业者从103年开始捐赠月饼,陪伴长辈们度过一个圆满的中秋, 老家协会的社工们也会赶在中秋节前把这些月饼送到照顾护家中, 让独居老大人们可以感受到过节的欢乐气氛。 绝对慧欢市报道。